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來到Nikon Z52發佈會 跟大家來看看這個發佈會 有什麼看 還有什麼新的消息 我來帶大家去看看這個發佈會 這麼厲害 你可以先進來 你有特權嗎? 我看到有洞就進來 有洞就捐了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好意思 聽不懂 很帥 稍後才會 之前全球同步發佈時 跟大家做了一條FIRST LOOK REVIEW 未看的朋友記得去看這條影片 今天最主要要和大家說 這個Z50的新功能 以及在FIRST LOOK REVIEW的時候 沒有和大家說的一些功能 觀眾就留言問 究竟Z52代和一代最大的分別是W 其實快了多少呢? 官方數據上 XB6和XB7 其實是相差12倍的速度 即是說XB7是比XB6快12倍 所以Z50當然是比XB6快的機型 有9種主體偵測 亦有FIRST LOOKING 以及雀鳥的對焦 有9種itarum 1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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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擺放 1公斷 1公斷 2公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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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在獨立卡的版本裏 教一些少用或不用的Pitch Control 或者Recipe就可以拿走它 暫時就不顯示 所以就可以更加快捷教到我們想用的Recipe 另外就是它有31種的Pitch Control 亦可以自訂的Recipe 亦可以入到9種 亦可以在雲端下載一些Creator的Recipe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Recipe 的用法 或者有什麼好處 就可以看Mavis 雞蛋糕這條影片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現在Z52代的EVF 就是市場上同類型的ABSC 最光的一隻 所以大家要試機的時候 都可以試試玩一下EVF Z52代其實有一個功能 就是預拍攝功能 如果大家拍攝一些生態 雀鳥、運動、高速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預拍攝功能 提供到按回門前1秒 以及按回門後4秒的拍攝 可以用到1秒15張 以及1秒30張的連拍 而影片方面可以做到5.6K的超採樣 4K 30p 另外亦支援了4K 60p 1.5倍的Cop 亦可以支援FHD 120p 之前提及過Z52代支援一個新的快門線 就是MC DC-3 而今次發佈會 亦有獲得出來 讓大家看看這個真新的 一個3.5mm的實體快門線 如果大家喜歡用有線的快門線 這個就適合了 Z52代也有保留閃光燈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這個閃光燈的利用 就可以看看請sir這條影片 這次Z52代也有Small幫我們出配件 有套籠 也有底座發紮版 大家可以按需要去看看這配件 是否適合用 之前跟大家提及過Z52代支援USB-C 亦支援UVC和UAC 很多朋友問 什麼來的呢 就是可以直接插進電話 又或者電腦裝置 就可以做到直播的功能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用加額的東西 就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這次Z52代的功能 真的新增了很多 說都說不完 大家有興趣可以Post來看看 亦可以了解一下 其他Youtuber或者其他各界 就可以評價這部機 有什麼新功能 當然大家都會很留意 這個價錢方面 正規新的功能 就是7480元 而連一支1650的Kit 就是8870元 如果是連合5250的商Kit 就是11,020元 開啟期就是11月21日 而首發的話 就是有一個優惠 就是送給電池 以及一個香港限定的Recipe 那是什麼呢 那就壓軸和大家說一下 那就是由7位的Creditor Youtuber 以及攝影師 推出的一個 專屬香港的Recipe 只要手發買的東西 就會送這7個Recipe 那裏面有什麼人物呢 有這個Recipe 就可以和大家說說 一定會有請sir 沒錯就是請sir開箱的請sir 亦都有雞蛋妹Mavis 香港維美的曉文 那這個呢 都是他的一個整個Recipe 那另外還有 還有 還在日本旅行的 Martin Lee Vissel Passport的Martin 還有 影演唱會 就是神級的Kennick Tan 還有人像大師 Luke Chan 那當然 都還有我Philip 那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用下我Recipe 其實老實說 在這個定位的機型 就是APS-C 亦都是萬元級以下的機型來說 我覺得它給的功能 其實都比我上進張多很多 至於定價方面 亦都它沒有很進取 定度很高 亦都是一個合理價錢之內 那我自己覺得 這隻機器應該都挺不錯的 那不知是覺得怎樣呢 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部Z52代 有些什麼你喜歡 或者這功能真的適合自己 或者你覺得有什麼意見 歡迎下面一起討論一下 記得按讚 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 一起討論一下 記得留言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次 再有新的產品 再跟大家試一下 拜拜